而今天在未還委員會流感疫情成為重點 立委劉建國質疑 為什麼直到3月3號才做分流應變 批衛福部是防疫不力 導致流感死亡人數創五年新高 面對立委的連環炮轟 疾管署長郭旭松就表示 他已經自行處分 衛福部長蔣炳黃質詢前先受媒體訪問 還說不會因為流感疫情懲處相關人員 不過已進了立法院委員會 疾管署長郭旭松直接在背詢台上自行處分 立委炮火猛烈都是質疑流感疫情官方處理慢半拍 衛福部長蔣炳黃也從原本的不處分 改變態度為流感疫情趨緩後再做檢討 今年流感死亡人數84人 創五年來新高 目前重症人數也累積到1400多人 就怕死亡人數破百 立委批評衛福部應變能力不夠快 沒有拉高防疫層級 應該成立應變中心 及時對民眾提出警訊 讓醫界能有所适從 衛生署署長邱文達指示 於今日也就是101年1月3號 每日召開衛生署流感疫情防治協調匯報 所以請問部長您的協調匯報在哪裡 衛福部回應是依照致死率才判定是否成立應變中心 對民診轉診意願不高 大醫院急診塞車 蔣炳黃也坦承實施轉診有難度 還需要法治配合 現階段無法強制民眾轉診 有点TV 陳俊傑嘉妮 台北報導